这一天全球人类突然失明 所有人都变成了瞎子 只有阿飞能看得见 但这仅是一个开端 一大波末日纷纷接踵而至 末日丛林 迷雾 天空之近 我没瞎 五分钟前 阿飞重生了 上一世 他在末世中存活了六个月 在第二个世界末日里 他们小队正在挖掘一颗陨石宝藏 被人偷袭致死 天空突然炸裂 出现一道巨大的沟壑 沟壑中 蹦射出刺眼的红光 这是第一个世界末日的前兆 阿飞清楚地记得 上一世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和动物 在看见红光后 全部变成了瞎子 哪怕躲在地下室里闭着眼睛 都逃脱不了变成瞎子的命运 两久 阿飞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狂喜 他几步飞冲到楼顶边缘 双手抓着围栏向下看 现在正是中午的下班时间 阿飞所在位置是春城市商业街中心 几分钟前这里还是车水马龙 人头攒动 但此刻 尖叫声 呼喊声 急刹车和疯狂的无敌 数百辆汽车在十字路路上追往 冒着白烟 爆炸声此起彼此 与此同时 防空警报声大作 这个声音 阿飞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围 他想起来了 上一世就是这个警报声 这个警报声大概持续了三十分钟 然后整个春城市彻底停水停电 也因此逼着所有的人类从家里走出来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阿飞双手用力拍打头顶 他现在要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手忙脚乱地在裤兜里摸出一包香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上一世的很多记忆又涌进了脑袋 眼下 地球正在经历第一个世界 末日盲世界 盲世界只会持续十天 十天后天空会开始下起土雨 把城市都埋在地下 随后 一棵棵参天大树突然拔地而起 到那时只有少许的阳光 可以射在地面上 闷热阴暗潮湿 到处都是腐败气味的空气 逐渐 人类幸存者开始在巨树上建立城市 以巨树为根据地 开始向变异的生物发起反击 这就是第二个世界末日 末日丛林 第二次末日开始时 天空会发出绿光 人类双眼经过绿光洗礼 会逐渐恢复视力 被绿光洗礼后 还会有一部分人觉醒能力 阿飞就是这群信誉之一 他觉醒了空间能力 觉醒能力的人都有一个标志 左手手腕上会有一个纹身 空间能力的纹身是一个正方体 它可以存储100吨的各种物资 并且是永久保鲜 现在重中之重的是 要把空间装满物资 他脚下的超市沃尔玛 是春城市最大的超市 一共五层 第二层是食品蔬菜区 三四层是厨房用品 床上用品区 五层是小型家电 五金用品区 阿飞从五层一路搜刮到第二层 这里有着末世后最值钱的东西 盐 人长时间不吃盐 会出现四肢无力 精神不振 水肿 视力模糊等症状 如今重生 阿飞到现在还落了个病根 见到有咸味的东西 嘴巴里就开始大量的分泌口水 所以在丛林末日 任何有咸味的东西都是添加 后来 幸存者们发现了陨石内的宝藏 陨石内可以挖出来子弹和晶体 这两种物资被幸存者们 公认为流通货币 末世前的一瓶老干妈辣酱 可以换到五千颗通用子弹 看着眼前一整排老干妈 阿飞没忍住拿起一瓶 直接往嘴巴里倒 什么了 不再浪费时间 阿飞开始飞快地收集这些老干妈 过一会阿飞发现有些不对劲 这里的酱料太少了 站起来 现在马上告诉我 你们超市的仓库在哪 快 仓仓仓 仓库 顾客不允许进仓库 别给老子废话 说着 阿飞手中出现一把上一世的高科技手枪 阿飞上一世带回来的东西不多 就一把高科技手枪和五颗能量晶体 一把匕首 还有三只强光手电和一把万能钥匙 听着 现在马上带我去仓库 忽然听到枪响 女导购双手捂着耳朵大声尖叫 一下子把四周围乱哄哄的嘈杂声都压了下去 仓库在地下一层了 别杀我 求救你了不要杀我 阿飞来到地下一层 仓库门上拴着一把大铁锁 对于在末世生活了六个月的阿飞来说 这完全不是问题 三两下就把门打开了 如今距离全程大停电 大概还有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 收割这个将近一千五百平方米的巨大仓库 时间不够 不过当阿飞的视线扫到了仓库的一角 眼睛一亮 发电机房 打开发电机后 阿飞跑回仓库门口锁上门 保证其他瞎子不会闯进来 转眼间到了第二天凌晨三点 阿飞的空间内已经装满了一百度的物资 正在驱车前往春城市的七茂城总部 那里地势高 人流少 在未来的十天内 那就是阿飞的临时小基地 阿飞在这里找到两辆重卡 将空间内的物资 释放到这两辆重卡车厢内 然后来到七茂城的展厅大楼 如果上一世的消息 没错 那个号称末日第一女杀神的英娘子 应该在这桩建筑物之内 没学起能力前 她就是普通人 现在或许就是收服她的唯一机会 蓝姐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阿飞一正 她刚刚在门口没听到这屋里有人 下意识转头 然后她的头灯就照到了一个女人的身上 你不是蓝姐 你是个男人 你能看见我 回过神 阿飞现在已经能够确定 她就是末世后的那个英娘子 这是我的私人休息室 请你出去 好 我出去 回神关上门 反锁 阿飞一步步地朝着英娘子走过去 我警告你 你这么做 会有很严重的后果